舊金山臺灣聯誼會二零一七年會 適逢萬聖節前夕 去年首辦化妝舞會 以及萬聖節化妝造型 有將比賽反應相當熱烈 那麼今年再度舉辦 參與的會員僑胞費心打扮 不少家長也帶著孩子來同樂 十分熱鬧 死了都要嫁的殭屍新娘 想毒害白雪公主的邪惡烏婆 舊金山僑胞們費心打扮 搞怪登場逼真程度 讓人分不清是真是假 連受邀前來的駐舊金山辦事處長 馬忠麟也驚嚇連連 舊金山臺灣聯誼會 成立於一九七五年 是灣區歷史最久的社團之一 會長陳建芬表示 由於年會是逢萬聖節期間 去年別開生命首度舉辦化妝舞會 及萬聖節造型比賽 得到會員熱烈迴響 今年持續舉辦 大家以不同面貌相聚聯誼 都感到新鮮有趣 我們成立於一九七五年 所以已經來走的歷史 大概有四十多年 可以是灣區一個老牌的社團 我們社團在過去四十年當中 我們領持著 實質溫馨 萬聖節造型比賽分為團體組與個人組 由現場觀眾票選 參賽者各個不僅裝扮擬針 一舉一動更融入角色性格 大小朋友還紛紛上前來段加分演出 讓現場掌聲與歡笑聲不斷 比賽結果 邪惡巫婆榮獲個人組第一名 第二名為僵尸新娘 團體組第一名 則由大牛與女主人獲得 當天除了化妝造型比賽 還有抽獎活動 歌星模仿秀 以及搖滾樂團的熱力演出 讓鄉親們盡幸同歡 台灣宏觀電視黃本初 美國聖河西採訪報導